一下就说 嗯 薇薇我觉得你是不是在画白雪 暴风雪里面有一只北极熊啊 因为雪也是白的 北极熊也是白的 刚好就是你的图画纸 跟你白白的图画纸一样 薇薇叹了一口气说 我就是不会画画呀 嗯 好 老师看了一下他白白的纸 老师说 你就试着画级笔 看看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这个薇薇呢 有一点你看他的脸那个表情 有一点赌气 他说好我就画 那他拿起笔呢 就在纸上面用力点了一个点 嗯 老师呢拿起来看了 老师呢拿起来仔细的研究 看了一下 嗯 发出一个嗯的声音 你们想看吗 想看薇薇到底画了什么吗 他真的就只画了一个点 啊 这是作品吗 比起你们这些这么美丽的作品 这么缤纷颜色这么多 画面那么丰富 薇薇只画了一个点耶 这样子可以吗 这时候呢老师会生气吗 如果是学校老师可能已经说 拿回去重画 我不接受你这个作品 可是呢没想到薇薇的老师 没有知道说 他呢把薇薇画了一点的作品 放到薇薇前面 他说了一句 请签名 哦 签名 哇 厉害的画家呢 在最后的一定会在那作品上面签名 然后薇薇就说 好啊 签就签吧 薇薇呢真的就在纸下面呢 写下了他的名字 好 虽然我不会画图 但是签个名我还是会的